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ACI教育讲座 我是郭主任 很多时候家长大家都希望孩子成绩好 可是也不知道说外面在补习 然后课后加强辅导有这么多的课程 究竟上哪一个课程对他的成绩有最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给家长一个建议 当你的孩子如果需要做额外的加强英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科学 生物或者很多的才艺 其实真正最大的关键在于 他灵活运用他的语言文字的技巧 这是一个关键 我以前有讲过英文是所有共同学科的基础 就是说当你英文好的时候 其他功课都会带上来 那英文怎么好 事实上就掌握语言跟文字的技巧 那这个最好的一个课 其实就上阅读写作的训练课程 因为当你要能够写东西之前 你一定要能够理解 现在有一个思绪要产生 你现在要阅读尽一定的量跟它的深度 变成你的这个思考的内涵的以后 再利用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结构排列的方式 把你的想法给表达出来 所以你会看说当这个学校里面成绩好的这个美国学生 或者在美国读书的所有的学生 他们的英文写作能力跟沟通演讲能力一定是具备的 没有一个学生说今天说成绩很好 但是他很不会写作 基本上你很难找到 越往高处爬就到了大学 读研究所 读硕士 博士的时候 所有的成绩都离不开写作这两个字 哪怕你是学科学 学工程的 学电子计算机的 你其实都离不开写作 因为写作事实上是让你心沉淀下来 让你对事情提出一个准确 有深度的看法 在我们ACI在过去的教学的经验里面来讲的话 学生如果说能够把他的思维 经过老师的引领 把他的这个思考的深度能够增加 能够把他所掌握到的语言文字 灵活运用的话 这个学生他整个态度都会改变 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因为他的 英文的掌控能力变得更好 而变得更有自信 更大方 那这个时候呢 他人际关系也会因为 因为他的英文变好 人际关系也获得改善 那我们下一个会提到的就是说 当学生的人际关系好的时候呢 无形当中 他的成绩也会被提高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读书不是就是死读书 或者读史书 或者拼命地读就可以了 其实很多时候在于心态 态度跟人际关系的调整 在我们ACI的教育里面来讲的话 一个人摆到对的位置 跟周围的环境产生一个互动 产生好的一个气场 或磁场 这个学生的潜力就会发挥出来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家长 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成绩变好的话 就努力在他的阅读写作方面 给他加强 也可以参加各种的阅读的写作课程的训练 当他懂得写出一篇好文章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担心他其他功课 他都会触类旁动 通常都会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今天我们谈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